看到这个标题呢,有些人想,这个我知道,不用讲了 一个父母说他很不孝,看着他的父母,老人吃饭那个碗经常摔,他就给他弄一个木头 包括很多其他的也都不孝,孩子就学他们的样子,你真没认父母一身做责 而且小孩子他就很天真纯真的,他就认为你这样就对啊,你这样对我就这样也对吧 然后就这样下来,这个就是现实吧,这个每个人家庭当中多多少少都有 所以说这也很重要,但是这个都没有排上号,24校 那有人说各州求见,这更不是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故事是讲一个人,他父母去世早,他没有来得及尽孝 那然后呢,他就想念了,就磕了一个,跟家里有木头 他弄了一个,两个小儿像他们一样的,披上衣服,每天就祭拜,来饭了,先给他们端上 然后就每天,新年,成真干啃,然后就每天每天,这个妻子就看不下去了,这个心情病啊 然后他就说,说你们信吗?说有吗?就拿那个针扎 然后呢,这个手指弯,流血了,这下害怕了,不感张了 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儿子在拜的时候看到,我母亲流泪,就感觉 哎呀,怎么搞的,然后一想不对,你问妻子,很严肃,就说出来了 然后一气一怒之下,就把他吸入 有些人说,你是个神经病啊,反正到底是谁 这个妻子,是个没错啊 那个,那他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人就想不通了 这个,说的这些人都是不信的,是吧? 其实现实当中,我们这个行业,从古至今就有 这个,包括妻子在干的这个事儿,也有人干 有的就是用稻草,扎这个小人 就是贴上八字啊,什么 做一些法啊,就是有好用有坏用的 所以,至于说今天,我们说说这个,要说说它的原理 这个没有人提过,我们自己参加 以形待物,我们先记下 你看那个,比如说我们烧的这个,这个 纸,是吧?那你说它怎么能有用 那据说,一些考古的人 文漏漏的,就是研究这些 说是因为这个 刘邦,是吧?当初找这个父母的 本地找不到 然后就 一急之下,就拿着 那一把纸,是吧? 这个散落的时候 就是 母亲,父亲所在的分头 大风起起,云飞扬 一票就找到了 那 这个 我们现在它在用 而且有的干这个行业的,它就是有用 怎么搞的 那你没经历,也是你没经历 身边的人 你自己没有体悟 那实际上 一直传下来的 这个以行代物啊 你看这个 也是圆形方公的钱 是吧? 就好像人的一个影子 你在灯一照的情况下 它出现了 不要乱念 包括这个 东西的方位啊 时间啊 这些都有讲 这是另一说了 这个原理 这个原理 是